嗨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歡迎來到理科太太 我們今天邀請來張艾佳 張導演 張姐好 理科太太好 張姐人生過得非常的充實 我們之前也在張姐的博士基金會裡面 上次座談會 上次座談會 因為我們那個基金會 博士基金會一直在做就是培育年輕人 其實並不是想說做什麼 跟學校一樣的教育工作 可是我覺得會影響你做事情的一種思維的方式 我覺得那個是很蠻重要的 尤其是我覺得對於這種年輕的學生 其實高中的學生 像一個sponge一樣 一個海綿一樣 它就是可以吸收很多東西 那你未必在那個時刻會看到一個成果 可是它吸收以後 它會慢慢慢慢慢慢的醞釀 然後到某個時刻 它就會記得有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然後可以運用在它的life裡面 張姐當父母已經知道已經 很長的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等級高很多了 中間有什麼覺得是一個階段性的體悟嗎 比如說幾歲你就覺得 抓也抓不住啊 放手啦 一定會有 而且我覺得真的有的時候 真正需要去上課的 或者是學習的是父母 不是小孩子 現在的整個社會的變化 這麼大這麼快 跟我們成長的真的是不太一樣 我們就很難用我們自己那套方式 去判斷現在的小孩子 那我們自己一定在某個時候 要有這種的認知 這個awareness 其實對我們來講還蠻辛苦的 你知道 體悟就是覺得 自己那套在這個年代的進步 它不是百分之百的沒有用 它是要轉變一種方式 可是也不代表說我們跟不上 就表示我們是無能的 我們是笨的 我們是女蠢的 不是 然後到最後他們會發現 有些時候 並不是科技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可是張姐在爸媽眼中 稍微比較叛逆 但是又是同肺人 覺得走在非常前面的領先的女子 那時候你有這樣 你有這樣覺得自己的父母 你不懂現在要追求的是什麼 我倒楣沒有 因為我 我父親過世過很早 那可是我的母親 因為我母親是一個非常獨立的人 所以她對我的管教是很不太一樣的 我要解決我自己所有的問題 比如說我翹課 如果我翹課 我被學校抓到 她打電話到我們家去的話 我媽說她不在啊 她說她去上課了 她不會幫我掩飾我的錯 她也會罵你 對啊 你自己翹課 你自己去承擔你自己的問題 那這是一種方式 我如果決定我今天要做一件 可能是會受到懲罰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要先自己想好說 那我可不可以接受這個後果 所以張姐從小就被訓練 要為自己做的事情負責 張姐一路走來 活得這麼自在 能有餘力去關懷社會 回饋社會 做這些事情 其實某種程度上 你前半段要做對事 你後面你才會有錢有餘 還有資源去支援你之後想做的事情 我們到現在還是覺得非常的迷惘 20歲的時候覺得30歲要怎麼辦 30歲的時候覺得40歲要怎麼辦 這個是很現實的 沒有前面做對 後面就很不允許 所以我想要問張姐的問題就是 你會給我們什麼建議 我覺得我們要花多點時間 在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 我的成長的過程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複雜的 我喜歡把複雜的事情變得簡單化 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就盡量去做它 並沒有去想說 我這事情做完以後 它可能會不會帶給我多少的名 或者力 或者什麼好處 那這些事情 你說中間是不是有浪費過時間 或者是我做錯過什麼 一定有 可是這些做錯的這些過程 我覺得都是我成長的每一個階段 大家花太多時間去看 說我一定要有這樣子 我才能夠做這個 我要那樣子我才做那個 那你永遠都是在想 而你沒有說你只能去 開始就是好好做 就像你 你決定要做了這個 你跟太太的事 你就做了 可是你並沒有想到說 你那個時候你就知道 你有多少多少粉絲會出現嗎 沒有嘛 就像我當時做演員或唱歌的時候 我也沒有想到 我可以從18歲一直做到66歲 我也沒有想到過 我自己會有的基金會 而且我當時做基金會的時候 我也只有一點點錢在做 我沒有想到我今天可以有機會 可以做到基金會做那麼大 我1993年的時候跟展望會 第一次出去 去到蘇馬利亞 去到肯尼亞 去到伊索比亞 說我是嚇傻掉了 那我也沒有想到 我可以跟他們做了20多年 然後走到這麼多地方 然後這些東西帶給了我 這麼多的成長 我看到的世界真的是太大了 那我還沒有看完 我只看了一部分的世界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說 我去只是計劃 計劃我跟不上邊 我們多花一點時間 在我們現在這個現狀當中 好好地把你該想做的事情 真的把它一步步做好 它會帶給你好多驚喜 然後帶給你很多很多 你想像不到的空間 我很相信這件事情 把每個當下做好 機會跟命運 就跟玩大富翁一樣 會帶你到你該到的地方 是 張姐最近剛從戰區回來嗎 如果是世界上會找我 去黎巴嫩我不敢去的 你不敢去嗎 我現在不敢去 我覺得這是我的刻板印象 因為我沒去過 所以我想要問張姐說 這一趟去的時候 那邊有真的那麼不安全嗎 我們對那裡 也有一個既定的刻板印象 是真的是我們圖片 影片裡面看到的那個樣子嗎 黎巴嫩其實它的戰略 已經停了很久了 因為以前曾經經歷過戰爭 所以它的整個的國家的情況 是比較貧窮 當年的黎巴嫩 是等於是中東的巴黎 小巴黎 所以它基本上的基礎是有的 所以很多地方還是很美 貧富懸殊一定是很大的 甚至你到了機場 你走下來 你會覺得很新啊 真的很漂亮啊 可是然後你走進了城市 你就發覺它是參差不齊的 所以到黎巴嫩並沒有任何的危險性 因為它沒有什麼戰爭 那唯一大家會對它的有一個害怕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它跟序利亞太近 那我們去到的一些地方呢 跟邊境呢 其實就隔離一個很短的橋 序利亞的人跟黎巴嫩的人 是可以直接往來的 很多人在黎巴嫩 她就每天commute 每天來往上班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容易來往 也是因為他們倆的關係這麼的密切 所以當序利亞突然間爆發了內戰的時候 太多的所謂我們現在叫他們 稱他們為難民了 就那邊的人就想暫時逃離 戰火的時候 就湧進了尾巴嫩 有些人湧進了土耳其 湧進了約旦 有的人湧進了尾巴嫩 因為都是Border 都是他們的邊境 那甚至有錢的一些序利亞的人 就可能到了歐洲 到了不同的國家去 那可是我們去了尾巴嫩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發覺 尾巴嫩已經將近一百萬的 一百萬 一百萬的是序利亞的人 他們可能是看到 尾巴嫩這邊有一大片的一個田地 其中序利亞的這個 比較有詮釋的人就說 好 我去跟這個田地的Poner講 我把你租下來 然後我們大家每個人來認 你跟我租 租一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搭一個帳篷 可是這個帳篷一搭下去 都是一大片一大片 所以那都是在很多很多的田地 那所以變得 為什麼尾巴嫩的很多的居民 會覺得很著急跟反感 就是他們剝削了他們很多的地 他們本來要來種植物的地 現在就變成難民區了 那甚至還有很多孩子 都是在那裡出生的 因為他們當初也沒有想到 要逃亡 一逃亡就要逃亡八年 那現在還沒有看到回家的希望 張傑看到有一百萬名的難民 但是又沒有辦法 一一幫助到他們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去跟自己講的 我們當然不給你一一幫助 因為我去做很多都是救災 是天災的一些或者貧窮 那我這次看到的是 真的是戰狀之下 而產生的這些狀況 我們沒有辦法去停止任何的戰爭 我們只是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怎麼讓這些無辜的老百姓 小孩子們能夠得到一個 有尊嚴的最基礎的生活 讓他們可以活下去 讓他們可以至少有一個 基本的教育 所以當有一天 當這樣問題的時候 其實小孩子們 不是變成了一個文貌 小孩子們可以繼續 不跟這個社會脫節 我們這邊有幾張張姐帶來的照片 可不可以讓張姐 跟我們說一說這些故事 這些就是十幾歲的 叙利亞的難民孩子 我們有很多這種心理輔導的課程 為什麼做這樣子的東西呢 就是因為這些孩子們是 人真真有看到暴力跟戰爭跟死亡 因為他們都十幾歲出來 這個孩子才兩歲 他就是在正房裡出生的 我都不曉得像這樣子的孩子長大 他的成長的心態會是怎麼樣 我都不曉得 沒有辦法想像 那這些孩子呢 他們就會心裡會有某一些的感觸 就是說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為什麼我們要面對這樣子的戰鬥 其中這個孩子也有一個孩子 他說他希望他將來是一個律師 他說他覺得這是一個不公平的事情 然後他希望這個世界上 任何其他的國家的小孩子 都不要經歷像他們這樣子的經歷 那我們可以怎麼防他們 捐錢 張姐是比較實際的 是 一百塊都好 對 你只要你捐一點點 我們都講就是幾少成多了 我們一直在不停的在調整所有的工作 就是希望那些孩子能夠有機會去成長 你可以想像台北市比如說有八百萬人 突然有近一百萬人 也就是說 每九個人之中就有一個是難民 最當地的人造成多大的不便 然後那些難民突然沒有家了要怎麼生活 我們看不到不代表我們不能真的伸出援手 今天喝一個飲料五十塊 五十塊也很好 五百塊也很好 一千塊也很好 你也不一定一定要捐世界展望會 但是我們是覺得世界展望會不錯 你會選任何一個你想要捐的 一起做這些人道救援的服務的團體去捐 是是是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到了現場看到這些東西 我就是代表所有捐錢人的眼睛 然後我們把那邊的情況帶回來跟大家講 然後我們甚至過了多少時間以後 我們還會再回去看 到底有什麼的進一步 有什麼樣的轉變 這就是你們捐錢以後的成果 那今天謝謝張姐分享這些東西 從為人母的教育啊 張姐以前年輕叛逆的往事啊 到現在這麼成功 然後還可以對大家伸出援手 那我覺得學習很好 謝謝你 也感謝張姐一路以來 一直去做這些活動 Race大家的為人人 因為沒有人去 大家真的看 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 留言分享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哇你最後那句會講得好快喔 你再講一遍 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你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 哇塞 因為這句話沒有很重要 哈哈哈